光复乡马佛部落聚会所辟建工程计划案 在商工所积极协调解决用地以及经费之下 去年年底八包动工 而乡长林清水更是紧盯工程品质以及进度 终于如期完工了 而今天地方各界以及部落盛大举行落成启用典礼 并在崭新的聚会所环境空间里面办理传统技艺 期盼多年马佛部落聚会所终于有了专属的部落聚会所 部落头目族人以传统技艺糟糕天神祖林 接着乡长林清水圆明会立委政天才 以及县政府县议会等机关首长代表 与部落头目共同拉下红布条 马佛部落聚会所也正式落成启用 场面热闹 光布乡马佛部落聚会所 不论是提报新办事业 解决用地问题 还是经费设计规划等瓶颈 在中央以及地方权力协助下 可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施工期间也面临疫情冲击 说信乡公所全力以赴 尤其乡长林清水更是亲自作证 日日紧盯工程品质与施工进度 最后终于让部落族人如愿以偿 今年以立信顺利地在新落成启用的聚会所内 燕林记组 然后今天我们今年燕林会补助我们两个聚会所 我们今天过程 因为一个香草产的聚会所 应该目前是82%到82%的 然后今天我们来背后 我们国大盖跟大新的聚会所 我们再过两次的会议已经定案了 建筑书在新部设计 然后送县武 如果建造取得 你的经过棉木的统议之后 我们会破工程团 另外我们马上黄卉兰 黄卉兰 当时跟主委贵兰市干扰他的事情 目前我们已经把 市业木地 市业木地 新闻出的树已经泡泡出去了 泡泡出去了 然后变成立物之后 我们整县武也不够到位 来来做这些活动 所以很多很多 当然我们都感谢 乡长林青水感谢中央到地方的支持力挺 乡公所团队排除万难 能顺利突破各项关卡 现在乡长林青水也力拼完成 依部落与聚会所的实证目标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sobre what the show 是玉兰ich的 我们是が 你可以 �서 明白 我们 就